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所要讲的主题 是这个以预备迎接主 那我们来看 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 他有什么预兆 这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 第24章 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预兆 看不到荧幕哦 看不到荧幕 现在呢 没有荧幕 没有荧幕 在打圈圈 没有荧幕哦 那现在 有了 有了 好 我们重新来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 预备迎接主 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 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 第24章 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 记载在启示录 但是启示录太复杂了 他有很多灵异在里面 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4章 讲末后的日期的事情 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从这里来了解 我们从这里来了解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预兆 在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 耶稣在赶南山上坐着 门徒的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感谢主 因为门徒问了 顺便也帮我们问 我们也想要知道 看主耶稣怎么讲 第一个有打仗 有饥荒 有地震 这个这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的起头 在原文的意思 是那个产妇的阵痛 产妇要生孩子 以前阵痛 所以到越来就越痛 所以说这个灾难 是越来越厉害的 那打仗 我们看到从主耶稣 这个升天以后 地上就一直打 打到现在 饥荒 我们看我们现在的地方 没有什么饥荒 但是世界上 其他地方还是有饥荒的 地震更不用说了 现在越来越多了 这个本来是很少的 但是越来越多 现在好像是一年 都要有几百次 几千次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马太福音24章6节到8节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个耶稣说的 第二就是基督徒 要为主的民 被万民恨恶 所以基督徒 在末后的时代 都要被逼迫 都要被万民来恨恶 那时人要把你们 现在患难里 就是基督徒 要把我们现在患难里 我们要被外邦人 把我们基督徒 现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民 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这个就是末后的时代 有这样事情发生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念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个是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的 后面一段 我就把它当成九福 那为什么不列到九福里面 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做传道的人 常常是被人家辱骂逼迫 捏造坏话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你们就有福了 那后面接着讲说 旧约时代的先知 不也是这样被人家毁谤 逼迫吗 所以我们感谢神 为主 为了主的名 常常会被人家来欺负 但是我们是要欢喜快乐 因为是有福的 第三 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11节13节 且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乏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 唯有人爱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个末后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假先知 假基督就出来迷惑人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 末期什么时候来到 末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那个末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从天降下来 那个时间叫做末期 等一下我还会讲 这天上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你福音要传遍天下 外邦人要全部传完了 天下都听到了 才到末期才会来到 那现在你看很多一些偏僻的地方 在这个很偏僻的山里面 只要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收到了 所以现在到处都能够收到福音的广播 所以这个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 现在已经传遍天下了 那所以主耶稣来的时间也快了 那马太福音24章30节到31节 那时人子的灶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十则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的这一边 到那一边 都召集了来 所以你看这个催号 有天的死者 他要差遣死者催号 是把以色列人召回来 以色列1948年 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居住地 就耶路撒冷 但是没有全部回去 当这个天上的死者催号的时候 他们都要回去 因为圣经讲的 他不会不实现的 他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现在呢 有1700多万犹太人 回去的才800多万 才一半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 祷告神 让他们快一点回去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因为他们将来要建圣殿 重新来到圣殿里面 敬拜神 那到了使徒宣战 一章11节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 被接生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当时在那个 使徒的时代 就是教会的初期 他看到耶稣 驾着云升天 他那个天使 天使就跟大家讲 将来他也驾着云来 所以上面244章30节到31节 讲到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照头呢 就是耶稣 这个这个驾着云 在临到 这个时候叫做末期 好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 这个我们要从无花果树 可以学一个比方 马太福音24章32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子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好他有一个预兆给你们看 无花果树 长润芽 长叶的时候 哎春天到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 无花果树指的是犹太 犹太人 犹太人复国 1948年复国了 就主耶稣快来了 但是已经过了七七十年了 七十年是一个世纪 但是还没有来 就是因为犹太人还没有回到他们的本地 所以我们要祷告让他们快快的回去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本来的地方 这是我们祷告的重点 那个马太福音24章43节到44节 家族若知道几根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假如家族知道说半夜几根天了 因为贼来偷我们东西 当时我们就不睡觉了 就守在那里 对不对 但是不知道 主耶稣来也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来了 所以我们要预备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预备迎接主 就是这个预备 那怎么预备呢 我们看下面 现在我们还没预备以前 我们来复习这个世界的时间表 这个表我就修改了很多次 今天这次不是比较完整一点 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耶稣降生 在那个纪元降生的时候 到耶稣再来做王 就是那个末时 末期 这个末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这个世代是叫末世 从耶稣降生到耶稣再来 叫末世 记载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所以耶稣在创世以前在旧约时代 就知道耶稣要来做王 但是到了这个末世 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后 到主耶稣再来 这段时间叫末世 主耶稣就显现了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了三十三年半 他的肉体在那里活了三十三年半 耶稣后来被钉死十字架 然后三天以后就复活了 复活了以后就变成了末后的日子 圣经有个地方讲到末后的日子 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到耶稣再来 这段时间又比较短一点 那末后的日子写在哪里 写在以赛亚书二章二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林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那这个山是什么呢 耶和华的殿 那今天新约时代耶和华的殿就是教会 所以末后的日子 教会又被建立 教会一被建立的话 阴间的权柄都没有办法胜过他 所以这个教会被建立是末后的日期 主耶稣升天以后 五旬节来了 教会就诞生了 所以这段是教会的时期 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 那到了五十天以后 圣灵的运行的日子 这段时间末后的日子 也就是圣灵运行的日子 那这个主耶稣在三十三年半肉身来到世界 他是人子的显现 他有身体的显现 就是人子 那主耶稣不但是人子 他也是神子 他是神人两性 他的神子就随着耶稣的灵体显现 就圣灵来 就是耶稣的 耶稣又来到我们中间 那耶稣的身体怎么办 他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 做我们的中宝 来做我们的中宝 耶稣如果不做我们的中宝 我们的罪又全部显出来 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在天父的面前来做中宝 那怎么办 那个他离开我们怎么办 耶稣在世的说 也跟他门徒讲说 不多时日我要离开你们 不多时候又要回来 就是讲到主耶稣升天以后 五星节圣灵降临 就主耶稣又来了 就是今天的圣灵 圣灵就是神 那这个时候 1948年 这个以色列复国了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叫末时 刚刚不是讲末期吗 末期是耶稣降世的时候 但是这个末时 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以色列复国以后 那有带着灾难的开始 就七年的灾难 第一个号吹响的时候 灾难开始了 第五个号 这个三年半 三年半以后 这个撒旦就堕落 坠落下来 第五号吹响的时候 撒旦就坐落到地上来 天上就空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堕落下来 然后被打败是在第七号 所以这两个号有 特别有关系的 第七号的时候 这个基督国成立了 圣经讲 我主我神的国成立了 第七号 为什么成立了 这米加勒 来把这个撒旦 把他打下来 他在空中没有任何他权柄了 那这个时候 就是第七号 那以后就是七个丸 七个丸 就是神愤怒的丸 神的国建立了 神的愤怒 倒在地上 那个时候地上是 是凡有血气的 如果神不缩短这个日期 凡有血气的 都不能活 但是当时 那时地上人是谁呢 是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 弃绝神 神就在他受 这个最大的灾难 可是感谢神 神还是保守了他们 因为有个老鹰 把他带到旷野去 这个保守了 那保守 所以我们在起初度看到 那个十二个支派 都盖上印 这些盖印的时候 在这患难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来 撒旦不能来伤害他 因为神把他保守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号 就是灾难开始了 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 再来就高阳得胜 最后七晚到晚以后 高阳得胜 得胜的时候 就千年国度就开始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犹太人被保护 这个七晚到下来 是犹太人被保护了 然后这个现在的时代 就灾难的起头 灾难的起头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孕妇的阵痛期 现在阵痛 所以很多患难 我们碰到的惧怕 死亡 还有地震 很多事情 越来越密 到后来 我们越来就越密 越来越紧迫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灾难的起头 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 是不受这个影响 上次我讲过 基督徒要活在超自然里面 就不会受这个影响 那个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就是从现在这个灾难开 在起头开始 一直到灾难结束 这耶和华大能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有一个今天 以前没有弄懂的 现在弄懂的 就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是第七号 那第七号是天使吹的 但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 是神吹的 这号有神吹的 有天使吹的 有人吹的 也有刚刚天上的死者吹的 天上的死者吹的 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国家 地上人吹的 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 他们吹号的时候 那他们地上的人吹 是召集人来 或者打仗得胜的时候吹号 说号有四种人在吹 但是神自己吹的 他在吹了两次号 等下后面我也会讲 第一次在西南山 第二次他第二次再来 那第二次再来 在什么时候的 没有人知道 因为圣经讲 说没有人知道 连职也不知道 好 这里我们看到第五号 第五号到第七号之间 都有可能主耶 主耶稣再来 主耶稣再来 什么时候不知道 有些人说 我知道在什么时候 那都骗人了 圣经有两个不知道的 因为七号 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 在哪里 什么时间 没有人知道 神说没有人知道 就是没有人知道 不要自己 有什么叫 我知道在第七号 以前我也跟着讲 在第七号 因为末次号角 就是第七号 现在发现不是那个 第七号 也许这个神吹的末次号角 跟第七号同时吹 也许是 在之前也许是 都不知道 反正在五号跟七号之间 要吹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 撒旦不在空中 撒旦第一个 五号就对落下来 然后到了七号的时候 基督的国子建立 在天上建立 所以有可能 在这段时间 基督来 但我们也不要下去 想去知道哪一天 圣经讲 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感谢神 在这个时间 基督会来 好 能不能看 这个基督第二次再来 那这个叫做末期 末期是一个定时 不是一段时间 所以耶稣来的那个时 叫末期 刚刚讲说 现在是灾难的起头 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 就是这个还没有来到 这个这个大家把它分清楚 这个这张图图啊 我已经经过好多次修改 才最后定案 在这个时候 那后面就变成新天新地了 那个新父跟主同坐王一千年 这个千年国度 那最后就是变成大大白色 白色大审判 白色宝座大审判的时候 就末日 这个末日的时候 就就所有人都复活了 但是在复活的人当中 你在生命车上有名字的 就进到永恒里去 没有名字丢到火壶里 就是这个末日 这里就是的 什么人留下来 敬虔爱主的基督徒 还有神的选民 犹太人在 所以你看耶稣来的时候 不是把信主的人接走啊 他我们都说是 这个这个这个 是一个活人被提上去 被提了 不是啊 是敬虔爱主的人 在迎接我们的神 那迎接我们的神了以后 到了你该死的日期 死掉了以后 就被提上去 一时就被提上去 那个跟那个 已经死掉了得胜者 主耶稣一来 他们就复活了 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首先要复活的 那我们要被提 不是耶稣一来就被提啊 那很多人这样的话 我们看很多图片 人一个一个飞上去 那人就不要死了嘛 对你的公家乃是死啊 每一个人都要死 也有圣经根据的 死后马上就被提了 因为他是得胜者 所以我们 我们真正留下来的 那是敬虔爱主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灾难的起头 你如果妈妈呼呼 不爱主 又吃又喝的 跟那个罗亚时代一样 跟那个索多玛时代一样 这个这个月阳高照 大家的高兴跳舞唱歌 不知道的时候 灾难就临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要谨慎 为什么叫预备呢 我们不预备的话 你到主耶稣来 你就不能变成一个 敬虔爱主的基督徒 那敬虔爱主的基督徒 要经过很多苦难 这七个号要经过 七个丸要经过 那个丸就留下的人 不多了 已经非常不多了 那这个敬虔的基督徒 要度过这个 圣经有讲到 这个灾难临到 就是好像人经过了 练经的练炉 要练七次 你才留下来 所以这个基督徒 怎么样才能留下来 就是要活在超自然里面 你活在超自然里面 能留下来 你没有超自然观念能量 没有一个活的 那什么叫超自然 上次我也讲过了 再一次 就是下个月 我在讲的时候 讲到国度的时候 我还会再讲 基督徒是可以活在超自然里面 只是我们的思想意念 没有跟神对齐 而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思想 是认同的这个世界 你要认同神 不要认同这个世界 你就活在超自然里面 你也不会生病 那今天我们很多人生病 就是你们还不明白 所以今天基督徒要 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要成为一个活在超自然里面的基督徒 所以灾难来到 没有对你不会伤害 那带一里三个朋友 丢到那个火窑里面 那火窑几千度的温度 他们灭被烧找 出来的时候 他身上都没有焦位 这就超自然 但是那个生活的那些 那个工人 还没到附近 就被烫得都烫伤了 可是他们都没事 这个叫超自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患难起头的时候 我们要敬情爱足 要殷勤多做主公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过后末日以后 就变了这个新天新地了 这个末日这里讲是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就是耶和华日子 就前面那个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灾难结束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就神来毁灭 毁灭什么 毁灭那个不义的人 因为挪亚的时代 留下的是义人 不义的人全部灭亡 所以今天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敬虔爱足的基督徒留下 在迎接我们的主 进入这个千年国度 好了 到千年国度干嘛 做什么 我在这干嘛 千年国度就像伊甸园一样 恢复原来的状态 伊甸园里面 刚刚出来的人 在地上活的是900多岁 我告诉你 度过这些南关 进到千年国度了 你可以活900岁 900岁 不能活过1000岁 但你可以活900岁 所以你跟这个 这个神的选民 犹太人在一起 在那治理整个大地 因为你要跟这个1000年 一起在那治理 所以你的年就变得很长 刚开始的时候 人类的生命都是900多岁 这个这个 我们知道一个最大年龄的 就969岁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最近神给我 启示 我在看到 我就想说 我们到千年国度做什么 是要跟神一起管这个世界 那我就 还没进去 几年我就死掉了 怎么办 不会死了 有900多岁 好 感谢主 不知道对不对 那神感动我 我们就这样讲 好 这里看到有末世 末时 末期 末日 末日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后末期 末期在这里 后末期就叫做末日 好 这个是 复习世界的时间表 我讲过好几次了 但是我现在修改了 因为你看我以前是从 从这个末后的日子 从耶稣升天以后 一直到这个灾难 第七号灾难 主耶稣来的日子 是这么长 但是我们已经过了 过了这么多时间了 我们都发现 主耶稣都没有来 所以缩短了 缩短不能在第一号 也不能在第五号以前 因为第五号 撒旦才坠落下来 主耶稣来在空中掌权了 所以空中没有撒旦了 然后撒旦被米加罗打败了 一号的时候 基督的国队就成立了 为什么有声音呢 我看看是谁讲话 这里我把它关掉 好 这个表你们放在手上 你们来看 看我们到底现在 我们走到什么时间了 那下面 这是基督将国交给神 今天我要把这一张图 里面的圣经章节 多念给大家听 大家来参考一下 好不好 那经文在哪里 末世 末世就从耶稣降生 到耶稣再来的时期 那个 西伯来书一章一二节 神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裕裂国 裂主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裕我们 你看末世就是 从耶稣再来到 耶稣来再来嘛 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 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 那末世 末世就是以色列复活 那个末后的日子 以色列复活到 主耶稣再来 圣经在哪里 在和西亚书三章五节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那寻求他们的神 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 归向耶和华 领受他的恩惠 这个就是 以色列人归国的时候 就是那个末时 那末期的就耶稣来了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刻 那时间呢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要自作聪明 我知道我知道 还有一个不知道 就是七雷 七雷那个天使 跟那个老约翰讲 疯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 那七雷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讲 说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问他 你知道什么 说这个七个三头 就是七雷 这个他自己乱讲 圣经讲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也不能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忠于圣经 那丹语书十二章十三节 你切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歇 叫丹伊尼看到这个异象 一个很可怕的 一个动物的异象 他吓得要死 天使跟他讲 你哎呀 你不要用手 人去睡觉吧 基督徒死的 他就是睡觉 你去安歇吧 到了末期 末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神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那从这节神经看起来 但一里是新父啊 耶稣来了 他就马上享受人 那但是新父 那天使用了我祝福 末期的时候 耶稣的声音一呼召 所有得胜者都复活了 因为他的羊认识 那个牧人的声音 就神一呼召的时候 他们都全都复活了 那今天我们这节神经看来 那但一里是新父 那世上的国成为我基督的国 这个时候我们来读这段圣经 这个就第七号的吹响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了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祖和祖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福于地敬拜神 说习在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支掌大权的王 支掌大权做王了 就是耶稣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怒气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那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神的国就建立了 建立了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该得奖的人都要复活 都要继续领奖 那后面也有一段圣经 我看看 你的仆人众先知 就是以前旧约时代的先知 和众圣徒 这个我们来遵循神的旨意 的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 就敬畏耶稣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赏识的时候也到了 就得赏识了 主耶稣在天使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米加勒 米加勒把撒旦打败 打败以后 基督的国就降临了 基督的国就降临的话 旧约时代所盼望的这些 这个连大 连大带小 得赏识的时候到了 就是这个时候 你败坏那些败坏 世人的时候也到了 到时候神要申冤了 这个时候神就申冤了 就是在神 基督的国降临 启述路第十章第七节也讲到 但在第七位天使催号发生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 众仙子的家音了 所以那些仆人为神做见证 那些圣仆人 他们的最大的家音 就是要等末期来到 就是要等耶稣来 耶稣来到国降临了 国诞生了 神的奥秘就完成了 神的奥秘是 不给你知道在什么时候 但是他一降生的时候完成了 但是基督什么时候来 没有人知道 是一个奥秘 但是他一来就完成了 这个 这个时候先知 众先知的家音了 他们所盼望的就来到了 末日 末日就最后了 就是后末日 后末期 白色宝座的审判的时刻 那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 见识而信的人得永生 你看我们 我们见到主耶稣 信耶稣的人都会得到永生 并且在末日看到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所以末日就是最后 我们这些基督徒 没有得胜的基督徒 就是在那个这个天 这个乐远里面 到主耶稣白色宝座审判的时候 他复活了 都要复活 接受审判 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 后 在后末期 在后末期就是后日的 这个这个末日 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这个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了父神 所以到最后末日 白色宝座完了 这个基督徒全部复活了 又进到了这个新天新地 也就是天堂里面了 这个时候基督就把他的国交给了天父 这个这段是时期 以前没有讲的圣经的内容 今天我把它说明一下 让大家清楚 后来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了 我们看神两次的吹号 第一次是在这个西乃山上吹号 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 闪电和密云 并且脚身盛大 脚身大作 神吹号了 那营中的百姓的 尽多发战 就战斗 怕得要死 这个第一次神吹号 因为在西乃山上发布了律法 把他们带出来 那个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五十天 就是我们今天的五行节 在那个时候 神大大的来向他们吹号 第二次吹号的神是在哪里 在天撒罗人家前书的四章十六节 是基督降临的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他主耶稣第二次来 自己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长的声音 因为主耶稣一呼叫天使上长的声音一来 那些羊认识路人的声音全部复活了 得胜者都复活了 又有神的号吹响 看到没有 这个神的号吹响 就末世号吹响的时候 不是天使吹是神在吹的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得胜者 他先复活 那我们呢 你敬虔爱主的人进入千年国度 到你该死的时候 你马上就被提了 那个是被提 不是我们肉体被提 那圣经中有四种不同的吹号 一个神自己吹号 使者吹号 天使吹号 百姓吹号 那再来看这段时间了 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 在哥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也讲到 就在一刹那时 眨眼之间 好同莫次吹响的时候 就神好之莫 好而莫同好之吹响的时候 因好同要想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注意听了 死人他是得胜者 他复活 我们都是死人 还留在世界上的人 要干嘛 要改变了 要改变 要改变了迎接主 那后面这段时间 还有其他地方讲到的 是在第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我基督的国 那个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就是这个就是第七号 吹响的时候 那也有可能 耶稣来的时候的 神吹的号跟第七七号 同时吹的 也可能是在前面 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好那这一再这样 主再来的是得胜者复活的时机 这得胜者要复活 怎么复活 主耶稣来了 那已死的得胜者 已经死掉了 在乐园里面的得胜者 他马上就复活 刚刚讲过了 听到神的呼叫声 他就复活了 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讲到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活了 就是这个得胜者在乐园 听到神的声音 就是主耶稣来 就听到主耶稣呼喊的声音 他们就复活了 当然在复活 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怎么办 这些你活着还没死 这些人怎么办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讲到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的话 又信猜我来者的 就是我们嘛 我们听着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 又是猜 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所以猜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那我们就有了永生了 就不至于定罪 被定罪了 我们就不被定罪了 是已经出十入身了 看到没有 已经出十入身了 那你还是必须要死啊 死了以后马上被提 就是出十入身 你现在耶稣来了 我还活在地上 但是我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啊 因为圣经讲 生有死 死有死 你可能还过一段时间才死 但是你一死就被提了 这个叫做被提 不是耶稣来的时候 这个人就飞上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很好的基督徒当飞机 飞机师开飞机 但主耶稣一来的 飞机那个驾驶员被提走了 那飞机不摘掉了 全部摘掉了 那好的医生在开刀 突然被提走的话 那开刀人不倒霉了吗 那没有人帮他开刀了 所以不会的 因为人人人多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死后才复活 所以这些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几节 告诉我们 是已经出十入身了 所以你必须要死才入 你不必要到乐园了 你马上就复活了 就生了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被提 那留在地上的迎接 我们留在地上的人都是要迎接主 那死后立即复活 被提 好 天撒伦家四章十七节也讲到 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的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那被提 他不是讲说主耶稣一来就被提 是你死掉以后你就活了 这个时候被提 因为他们在永恒里没有实践观念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先发生 何发生 耶稣再来死还活着的人 我们来看他怎么样 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二次来 耶稣的白色宝座审判 这个叫末世 这个叫千年国度 耶稣肉身来 耶稣被定死 耶稣复活 耶稣升天 他肉身三十三年半 然后他升天了 然后他五行节 他又来了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是耶稣的灵体来了 然后末期 耶稣第二次来 就是末期到了 耶稣来了 来了以后灾难的起头 就是现在 我们是现在灾难起头 灾难起头 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 然后经过七年的灾难 七年的灾难 然后七号 第七号在这里 基督国成立了 然后这里有一段圣经 我们来念一下 天撒罗列加前书四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少了一个一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就已经死了得胜的人 必先复活 他要先要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什么时候被提 被你死掉以后就马上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个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但是这还是要主得胜者 应该到了千年国度里面 基督都还留下来 那都是得胜者 经过百般的考虑 那都是得胜者 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那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所以没有人知道 末期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说我知道 我看到很多的牧师说他知道 然后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的话 又信拆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你还是要死啊 你死了以后才被提 不是说你不死的人就飞上去 那到了到了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 是挪亚的日子是一人留下 二人被淘汰 那主再来的日子也是一人留下 迎接主死后被提 他留下来我们 这个这个艺人是真的经过了很多苦难 然后他又经过了超自然 然后他活下来 那在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然后最后他死后也会被提 那最后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你是得胜者主耶稣一来 你已经死掉了马上复活 那你是留下来留在地上的 你死了以后又被提了 好这些 还有出所的果子的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基督第一个复活 因为他出所的果子 以后就是属基督的 我们有得胜者也有基督徒 最后的基督徒复活是在白色宝座 那是审判的时候复活 在后期就在后期就末日最后了 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的资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了父神 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刻 已经死的得胜者要复活 《贴撒伦家》前书四章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前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呼号吹响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他必先复活 那为死的得胜者 预备迎接主 死后的对题 说今天我们要做这个人 我们讲主要主要来 我还没有死 我们都要预备自己 那新郎也持眼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的 他们就出来迎接他 这个就是说 有个十个童女的故事 未死的得胜者也是预备迎接主的 死后的等候白色宝座的审判 那个也没有 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 也没有在恶上和手上受过 他印记的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就是不受那个受印记的那个 那个人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坐往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完了 那就基督徒如果不得胜的话 你要等到一千年完了 你没有这个福气跟基督一同一千年 掌管这个世界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 试一途又试一途了 新耶路撒人降临在空中 那个已经死的得胜者的就先复活 因为主必亲自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用了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的人就先复活 就复活了 然后未死且信耶稣的基督徒怎么办 在地上同迎接主耶稣再来 那得胜这个你得胜者 你死后就被提了 那这个得救者 那你要等到死后在乐园睡觉 睡觉等着白色宝座审判的时候 他进入天堂 那这时候千年国度 从天空降到地上来 那叫做新耶路撒人降在地上 那这个时候新父与白色宝座审判后 得救的都进入了这个新耶路撒人 这个永生 这个叫天堂 那我们讲的天堂就是这个天堂 是所有基督徒都进到里面 得胜者也在里面 没有得胜的 而且得救的都进去 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基督的教会 所以教会不是教会被提 是得胜者被提 那教会一起进入天堂 进入永生 那基督徒就今天主题 基督徒怎么样来预备迎接主 他圣经也讲 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25章里面 我看看时间够不够 要够了后 还可以 那个那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 这个第25章里面 圣经很长 我不知道要不要读 看看 预备做贵重的器皿 因为提摩泰就是保罗告诉他的 这个索林的儿子提摩泰说 人若自杰脱离贝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第一 要脱离贝贱的事 你被一天到处做那些 不光荣的事情 做坏事 不行 你要贝贱的事要脱离 那贵重的 与全卑的是相对的 要做贵重的器皿 必须要脱离贝贱 然后第二 要成为圣洁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才能见神的面 第三 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有了圣洁还要预备 预备为神所用 遵神的旨意而行 所以我们要预备 怎么办 要预备要遵神的旨意 神怎么讲就怎么做 第一 就是第一个他讲到的比喻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就是要教我们要预备 这个我也不念 因为这个很长 这就讲到说有十个童女 这个十个童女呢 她不是新娘 她是伴娘 她这个新 他们这个犹太人结婚在晚上 她要点着灯去迎接新郎进来 进来的话有十个童女 我们现在讲是伴郎 伴女 伴郎 伴娘 她是伴娘 伴娘 但是这几个伴娘呢 有几个是聪明的 五个聪明的 有五个是愚笨的 聪明就想到说 如果新郎晚来怎么办 我的油都不够 怎么迎接新郎呢 那我就去买油来预备 放在我的器皿里面 这是聪明的 那果然这个新郎就到半夜还不来 就迟来的时候 但是有的伴娘的人看到了 就叫了 新郎来了 他们童女就赶快准备 他们的灯就开始起来迎接新郎 那十个聪明的人呢 他油里面还是足够的 他就迎接了新郎 那个愚笨的 他没有预备油 这个灯就熄掉了 他就没有资格跟这个新郎 一起进到城里面去来庆祝 所以他 他那个就向那个聪明的人要 他你给我点油 让我为人进去 聪明的说不行 我给你 我也不够用 你去买吧 他就赶快跑到人家店里去买 店里天亮的时候 人家门都关了 这个新郎的门都关了 他买了回来以后 到了门口 门口说 我不认识你 他就不能进去 他们就在黑暗里怎么样 就是哀哭切死 哀哭就是毁不当初 哎呀我为什么好好不预备 今天留在外面 好 是这个故事是这样讲 是告诉我们 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 预备 要来迎接主 怎么预备的 很简单 做一个基本的动作 读经 祷告 过肢体生活 我们的基本动作做好了 那你就有本钱 你的肚子里面 很多神的话语在里面 你就能够来迎接主 所以这很简单的 那聪明的与本着的区别 我们少把它区别一下 聪明有预备 笨拙的是没有预备 这个比喻的中的十个童女 都是在一次的婚礼中 担任的女伴娘 因为的犹太人的婚礼是在晚上 所以拿着灯去迎接新郎 新郎 每一个童女的多有灯 而且灯中多有油 足够他们来使用 但是的 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他们想如果新郎辞来的时候 灯中的油恐怕就不够了 就在器皿中多预备了一些油 以防万一 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的 不够紧醒 只要灯中有油就够了 没考虑到新郎会的池来 结果被拒绝在门外 不能参加这场的婚宴 只能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哀哭切齿了 这个比喻 警告我们 这些基督徒们 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不能马虎 那如何预备等候基督的再来 马太福音24章45节讲 谁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后分粮给人 这里有几句话 神要看到忠心有见识 我们做神的仆人要有忠心 还要有见识 见识是什么 见识就尝试 对神的尝试 何西亚说 我的名因为无知而灭亡 这无知就是没见识 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 那按时后分两 分给人家 这个主耶稣所要的是 有忠心有见识的人 那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到十节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你看这两件 谨慎自首谨醒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的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预备 怎么预备呢 做管家 对自己要有忠心有见识 那个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不发怨言 对人要按时分量 这个彼此相爱 互相款待 彼此服事 你要做到这个对人对己的 都要做到这样的话 你就是预备 那第二个比喻是按照财干 来受责任的比喻 这个是讲到神的旨意 是要忠心有见识的 那这个我也不念 就是有一个人 他要离开这个地 要到外国去 然后他走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产业 分给了他的仆人 有一个人呢 拿到五千两银子 一个人拿到两千两银子 一个人拿到一千两银子 那每个人拿了银子以后 那个主人就到外国去 到时间好 到了以后 他就回来了 回来那五千两的 随即又拿去做买卖 然后另外赚了五千两 那领两千两的 照样另赚了两千两 但是领一千两的 就绝开了地 他很笨的 他不要挖个洞 埋在里面 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 过了许久了 那些仆人的 这主人就来了 那和他们的算账 他这个主人要回来算账 那五千两的银子 算了五千两 他就请看 这五千两在这里 主人说了一句话 注意看 好 你这个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所以可以进来享受主的 主人的快乐 第二 两千两 也又赚了两千两 然后同样给他的赞 赞许 也是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你不多的事上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所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所以这两个拿到的东西不一样 一个五千两 一个两千两 但是他尽了他自己的本分 然后神的祝福都是完全是一样 就唯独一千两的 他就说什么 他说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集聚恋 我就害怕 你看他就 我看这个一千两的人啊 不是说他拿了手 而是他要发的发这个意见 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 对神的 神有绝对的主情 对神有意见 神的祝福就不能临到你 就被卡住了 神的祝福被卡住了 前面两个人都没讲话 前面两个人没讲话 就是表示 他是照神的旨意做的 那为什么又有五千两 两千两呢 那圣经讲的说 神多给的就要多要 五千两的就要多要 少给就是少要 这两个是顺从神旨意的 但是这一千两 就是不顺从神旨意啊 他还又啰嗦 还在讲话 还在辨别 辨什么的 一个人喜欢跟神辨别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祝福他 所以他是你 你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收敛 那我做什么 我就把它埋了 所以我把那个银子的 现在还给你一千两 那主人就说 那你这个又来 你又又二的扑的呢 那是把你的一千两 拿过来 给那五千两的 所以后面得了一个结论的一句话 非常重要 就那 凡是那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有的都要夺走 所以神的原则 你有 你照神的法则 努力去做的 神要加给你 如果你不努力做的 神把你的都要夺走 所以把一千两的夺来 就是给了五千两 那这里又是 那这他就骂他是 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又要哀哭切齿了 他又哀哭切齿了 这故事的比喻是非常 非常有力 有那个 有启示性的 因为才干受 则比喻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来看 这一个比喻中的 五千两千一千的银子 不是说明到底 到底谁有多少银子 乃是说明了神国的运作 不是说 那你不能怪我 只拿一千两 因为照我的 不是讲一千两千五千 它是神国的运作 首先要明白 什么是神的国 即神国的期间 神国是什么时候 开始到什么时候 一般呢 以为是千年国度 或是在基督徒的心里 这都没有错 这都是神的国 但是神 借着何西亚 先知告诉我们 主说 我的名因为无知而灭亡 神的国是要照神的眼光来看 不是照我们人的眼光来看 神的国是没有人 人的成分 全是神的主宰 所以神的国 你没有你的份 我们只是神要给我才有 因为他是这个时候 这个主人要出去的时候 把他的产业分给了这个仆人 所以仆人没有产业 是主人给你的 所以神的国 你要用你的方法来参与的话 是没有份的 是完全是神的 神的国我们看 好像是千年国度 主耶稣来了 是神的国来的 那神的国在神看 他是从永远到永远 全都是神的 时间从永远到永远 物质 所有物质都归他 因为万物都浮在他的脚下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主的 都不是我们的 他的国度的原则是这个样子 因为神已经是王 耶稣已经是王 在过去的永恒 在未来的永恒 他还是王 所以世界一切所有的 都在神的掌管底下 我们一点分量都没有 如果你要靠着你的分量 来做一些事情 像那个一千两的 他要在那些争辩 争辩的时候 你没有你地方 要叫我收啊 那你叫我们这个一千两干嘛 我都埋在地里 那你又争辩 又不照神性走的 那神的祝福卡住了 你得不到 你把你一千两拿来 给拿五千两 就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有的都要被夺走 这是神的原则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就到了毛病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则 因为神的名 神的名无知而灭亡 教会一天到晚 是为了这个宗教的灵 为了教会的规矩 把神的话 神的道理卡住了 所以教会无路可走 什么时候都交在神的手中 那天从圣灵的引导 那神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放掉 不要一直坚持着自己来做 好在下面看 当亚当犯罪 他的灵离开了神 人对神的认识就成了奥秘 需要用密码才能够来解开 这密码就是今天所谓的启示 天国不是由我们认知 乃是圣灵启示 人若不是从圣灵启示的 人是无一无所知的 所以今天我们天国是从圣灵启示你 你看我讲的道都是最近的启示 他对哪一个牧师做的启示 我就从圣经来找答案 看到启示的对不对 这个就是走在神的时间里面 你不要落在后面了 你要照过去的时间来断定现在的这个国度 那你就你就落伍了 那今天如果主耶稣要见耶路撒人 请问你他现在是骑着驴进去了 还是开着汽车进去了 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 所以基督徒要跟上时代 也许我讲的你们有些人刚安信主听不懂 你放在心里 因为这是神的时间 神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很快就变了 很快就变了 你一不注意就跳过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不要再睡觉了 我们要谨慎自首的追求认识神 什么是神的国 什么是神的国的时间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节圣经如果把神拿掉了 就没有今天的天与地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 没有神就没有这个天地了 因此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存在 神的国就是永远到永远 神的国的时期也是从永远到永远 所以所有事上一切被造的物质 物质看得见的全都是神的 不是我们的 这就是神的国 那他的时间从永远到永远 神的国是由神的主权掌管 但是被人的认知 与这个意识所限制的 这是因为了吃了三额果 树上的果子 所产生的骄傲与自私的结果 结局 神的国是神主宰 没有人的成分 我们不懂 我们记在心里 就是讲到神的国没有我的份 今天的世界都被人的意识 认知所定位而存在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物质界是天上实体的影额 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把这些记在心里就好了 现在来看财干受责的比喻 神的国好像一个能把家业 按照个人的财干分给仆人 有五千两千一千的不同 五千的与两千的是指那些照着神旨意行的人 照自己的财干来去管理主人给我们的家业 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 是神给我们的家 有我们的管理 不是属于我们 连我们的孩子都不属于我们 是属于神的 是我在管理 特别要注意 不要把它用成己有 中国人有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自己的孩子就好像是他的 就一天到晚就造成了孩子的受伤 犹太人十三岁承认了以后 他们的想法 孩子不是我的 是神的 就他直接去找神了 所以这个观念要建立 所以到了这个主人把残业给他 不是我的 是主人给我的 那五千与两千两 有什么不同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像谁多给 就像谁多药 五千两 我给你多了 我像你多药 少的就像少药 那一千两与五千两 两千两有何不同呢 一千两跟那两种 五千两跟两千是不同的 一千两是指没有造神的旨意型的 是与神谈条件 并为自己说明理由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说明理由 你越说明理由 你就越得不到恩典 你越得不到福气 因为被卡住了 那马大 你看他说理由了 他说你怎么让我的妹子 在你的面前听你讲道 而且不来帮我忙 我忙都要死了 那主要说的马大马大 你为很多事情烦恼 但是玛利亚他就选择善好的福分 这马大你不要讲嘛 你这一讲你福分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意见 参加加来 参加到这个神的工作里面的时候 那神的祝福就卡住了 就出不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聪明一点 不要跟神去谈谈条件 就是神怎么讲就怎么做 好 并为自己的说理由 你看这个一千两还为自己说理由 这一千两个仆人 今天是指着教会的制度 宗教的灵 属世的眼光 所限制下的仆人 神的国是神主宰 如果受人的限制的话 神的祝福就被卡住了 因此就无法明到 这就是我的名 因无知而灭亡 神的国是随圣灵的启示而行 不是因为领了一份薪水而服事 这样会卡住神的祝福 一千两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仆人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仆人 受到世界的东西影响 要顺从神的旨意 神的国度的运作 就是神在主宰 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 是神扩张 是神祝福 是神的赐恩的地方 是神荣耀的地方 不必人的成分 及人的努力 圣灵的启示 神的国是因为圣灵的启示而行 没有启示不得所行 人的谦卑 还加上人的谦卑与顺服 神国在世界运行的是 是人在神面前谦卑顺服 这个服写错了 要春卑顺服 在神的面前完全谦卑顺服 这神这个旨意才能运行在我们中间 所以雅各书四章六节讲 但那次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福给谦卑的人 这就是神国度运作的一个法则 神国为幕后的光景怎么样 神国幕后的光景 这个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 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我也要去 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求万君之耶和华 恳求耶和华的恩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 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经 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所以神的国就是要什么 光景就是有十个人要拉住一个神的子民 今天的幕后时代 有些不幸的人看到有灾难来到了 应该很多人要拉住我们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 有喜乐的 你基督徒你都没有盼望没有喜乐 你也怕了要死 那你不能来带领人信主 所以当时候犹太人在的时候 他们要拉住十个人要拉住犹太人 就叫他带他们去见神 因为他看到神与他们同在 今天我们在以赛亚书讲 那幕后的时代 有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 因为当当时灾难来到的时候 那女人要被遮盖 要被男人遮盖 他找不到人遮盖 他就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 不是说这七个女人要嫁一个男人 不是 他要要求遮盖 所以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的光景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成为人的遮盖 成为我们孩子的遮盖 罗马书八章十二节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 受造之物 所有的物体都等神种子的显现 就是要等幕后教会的大复兴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大复兴 那这个就要等种子的显现 那幕后的教会的事工呢 是建立RPG祷告小组 及传福音的小组 这两点 那霍士堂的推动教会的复兴 就是要进行RPG小组 传福音的小组 那他们幸福小组呢 我们有去参加训练 他是叫我们怎么来带领人信主 八个礼拜可以带一个不信的主 来受洗信 来受洗信成为主的基督 基督徒 那现在我我们导 我祷告时神各位讲说 你们活死当 我人都给你了 你一个月都有十几个人受洗 我们不 我们不怕说没有人受洗 受洗人很多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应该是这样做 我们要造就生命 陪读及导读圣经 所以我们新来的人 我们弟兄姐妹 有这个心 要陪你读圣经 这只要用电话 或者微信 或者是这个room 在里面我们可以一个带两个读 那我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都有陪读圣经 我们刚刚信主 刚刚受洗 要上来听 要上来读圣经 今天末后的时代 基督徒读圣经 是一个最大重要的 因为你看我今天讲的 所有道通圣经来 这不是自己想出来 所以说教会如何来推动RPG的事工呢 就三个人一组 RPG的祷告小组 那主要的是要能够同心祷告 你要找到同心祷告的人 在一起祷告 向上上面 就是赞美天父 赞美天父 为什么赞美天父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就跑到父的宝座前 所以我们就冲破三成天的祷告 所以到父的面前 那向内就彼此的 为自己个人当下的需要带祷 你不要提太多 提一个当下 我现在找职业 我现在要肚子痛 我现在是当下你需要的祷告 同心和你祷告 你马上就会得到遗旨 向外呢 传福音 为那个未信的家人或朋友祷告 最后为以色列祷告 祝福 因为你为以色列祝福 就是神祝福你 圣经讲 这个为以色列祝福的 神必祝福他 为以色列咒诅的 神就咒诅他 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 两个人 同心和一的求什么 是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是神讲的话 这不会落空的 你同心和一做一件事情 在祷告的话 那神就成全 那现在我发现 祷告要同心和一 也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常常祷告一个五六个 但五六个五六个心 都不是同心和一 后面又一句话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不是两个人 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的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不止两三个人 将近二十几个人了 但是我们奉主的名聚会 那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那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示意 从那清新祷告的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所以祷告你要找一个同心的 你同心祷告很简单 我看人家RPG啊 他们祷告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单纯的 那世界就成功了 他们公司不赚钱 他们说 我们组成一个RPG小组 祷告好不好 好 他们就要祷告了 两个月以后 公司就赚钱了 那有些年轻人 爱打电动王级都下不来 被那个野佑的引住了 他参加了RPG祷告 他们不喜欢打电动王级了 所以这个生命都改变了 我看他们祷告是好像开玩笑似的 但是他们同心的事就成了 为什么 因为神讲的话 我们信神的话 是不是 你今天你不能胜过的 譬如说情意上不能胜过的 还有你这个骄傲不能胜过的 你赶快找一个同心和一起的祷告 那事情就这样完成 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 RPC三个人的如何运作 有三个人 ABC三个人 第一轮第二轮 每一次轮三次 第一次轮流的是向上 就是要赞美天赋 A赞美天赋 B赞美天赋 C赞美天赋 完了 那在第二轮 就是要向内祷告 为自己祷告 你跟他A为B祷告 B为C祷告 C为A祷告 把这个带祷 第三个就是向外传福音了 那怎么办 就为国度祷告 就是A为B的家人没有信主祷告 B为C的朋友祷告 那C为A的祷告 这样一个一轮环 轮三次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不会很长的 那好像我看他们祷告的例子 看好多开玩笑似的 似就成了 为什么 因为神讲的话 两个人同行祷告 好吧 我们弟兄姐妹 知道这个原则 去做神 就会在你的祷告当中 成就一切 是你有失业的 有什么 你就祷告 你拿身份的 你就在一起祷告 神就成就在我们当中 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不是开玩笑的神 好 结论 现在正是耶和华的日子 悦恶书讲到 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呢 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是啊 是神要来毁灭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犯罪 离开神 第二个 信徒要预备迎接主 把太福音24章44节 所以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这个人子就来到了 第三 预备成为贵重的器皿 就要脱离悲见的事 成为圣洁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最后的目的 为主作所用 要被神所用 最后 信徒要如何的预备 要做好基本的动作 刚刚讲的 读经祷告过肢体生活 一个球队打得很好 他为什么打好 他基本动作好 而且他们又 大家又配合 他这个篮球就变成冠军了 读经就是对出信者的 帮助参加陪赌圣经 我们有很多 喜欢帮你陪赌的 你就跟他 你们可以报名 报名以后 把我安排人跟你们读 好吧 在微信上报的名 我就安排一个 老的基督徒 他懂一点圣经的 跟你们一起读经 好吧 我们明天就开始实行了 参加陪赌圣经 鼓励资深的 你这个基督徒 十几年 二十年 资深的基督徒 就参加承认主持学 我们要开很多承认主持学 我们要开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安静等候神的 这个这个聚会 也要开这个 四福音的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四福音的 那现在正开的是 罗马书 比较深一点的 将来还要看一个 希伯来书 更深的 都要开出来 那你们有兴趣 都进来听 那培养灵命的 晋升 祷告的 参加教会 所发起的 RPG祷告 就是我刚刚讲 你们报名 我就帮你安排 那过自体生活呢 就参加网上的 各项的训练 和教会的 所办的一些活动 今天我们讲的是 很长的一点 但是这些东西 大家要去行 你不行 你就得不到 你行了以后 神就祝福我们 好我们来丢手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 这段时间能够知道 主啊在末后时代 我们基督徒要 谨慎自首 敬请祷告 主要建立一个 祷告的团队 就是RPG 主啊我们从明天开始 我们活食堂 要成立RPG的祷告 求你的心体 那个弟兄姐妹 愿意参加 主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看到 神的应许 就是你们无论求什么 我们的富必成就 求主你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主啊也借着读经 让我们的灵命 能够成长 在这末后时代 不被这个世界所动摇 乃是跟着神的话 跟着神的真理而行 感谢荣耀送祂的归给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明 Amen Amen 感谢荣耀送祂的归给神的 感谢荣耀送祂的归给神的